好了,各位亲爱的同学,休息的时间又匆匆的结束了 不过呢,到这里各位同学应该会感到很开心 因为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了 虽然是五星,但是也挡不住我们解决他的热情,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一个盒子里面有400枚旗子 其中黑色和白色的呢,各有200枚 下面我们对这些旗子做留下的操作 如果你每次拿出的两枚旗子颜色相同 就补一枚黑色的旗子而回去 如果颜色不同呢,就补一枚白色的旗子而回去 这样的操作实际上是不是就每次都少了一枚旗子,对吧 拿两个回一个嘛,每次少一个 这样经过399次操作之后,就留下了一枚旗子,对不对 问你,这枚旗子是黑颜色的呢,还是白颜色的呢 当然呢,相信有一部同学做这道题的时候 可能很快就能解决答案,对吧 黑的,或者是白的,理由呢,二选一位 对不对,考试的时候,估计很多学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说在考试的时候,咱们把题做出来就OK,对吧 怎么做的咱可以不追究 但是毕竟咱们在平时学习当中 还是要认真地去研究这种题目的解题方法 对吧,咱得给出一个更有底气的东西来,对不对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下这道题 是不是有三种操作吧 第一种操作,第一位 就是我拿出两枚旗子 这里面会有两种情况 我拿的两枚旗子都是黑色的,或者都是白色的 那我拿出两枚黑色的,是不是就放一枚黑的回去 有同学说了,老师拿两枚白的,没有黑的要怎么补回去呢 那对呀 对呀,那你能想出来怎么补回去呢 从外边找 非常好 那你就从别的地方拿出一枚黑的,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有同学可能会在这里稍微纠结一下 说我拿两枚白的,放回去也是白的,怎么可能是黑的呢 那就从别的地方拿一个黑的,就OK了 对不对 好,然后最后一种就是如果拿的颜色不同 说白就一黑一白,说不一枚白的旗子回去就可以了 有三个操作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次进行的是什么操作呀 对不对 是哪两黑的,两白的,还是一黑一白 嗯,同学们,又是动手操作的问题 那是不讲过来的 试试呗 操作问题觉得怎么样 动手操作操作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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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咱们在前面加一老师给大家讲了一讲 操作问题的是不是就说来的 碰到操作问题既然多动手 对不对 有条件的话都动动手 又形象又直观 而且很容易就能给出一个非常正确的规律来 然后再来解决这种题目是不是就很简单 基本上动手操作问题 在一开始的时候咱们都这样处理 慢慢你做多了 对于很多题目有了一定的经验 等到再做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动脑去想 而如果你没有的话最好先动动手 那现在无外乎就是三种操作情况吧 对不对 那就第一种 我拿两枚黑的回去 拿两枚黑的走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把一枚黑的放回去 那这样的操作之后 因为我问的是剩下的 对不对 那你想想这样的操作的话 相当于就是黑色的棋子数怎么样的呢 少了 少了一枚 对不对 咱就这样子写简易 那白色棋子数呢 没变 没有变化 对吧 我们这个地方写黑 然后白色棋子数 无变化 对吧 然后写无 就该有多少枚 还有多少枚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拿出的是两枚白颜色的呢 也要放回去一枚黑的 那相当于如果拿的是两枚白的 放一枚黑的 相当于整个黑的棋子数是 加一 多了一枚 对不对 凭空多了一枚出来 哇这是个好事 为什么不凭空多多少钱呢 对吧 那白色的呢 少了 那就减二 对不对 那还有一种情况 是不是拿的是一黑 一白 一白 然后呢 补一枚白的回去 那黑颜色的会怎么变化呢 少了 哎很好 少了一枚白颜色的 我把三种操作的过程呢 都写在这里了 三种操作 每种操作的时候 我的黑白的剩余棋子数 会怎样变化 我们看看黑颜色的 少一枚 多一枚 少一枚 多了还是少了 对吧 反正变了 反正变了 白颜色的要么就没变 要么就少两枚 规律在哪呢 黑颜色的 要么加一 要么减一 白颜色 要么没变化 要么减二 那我也不知道 这种操作 各进行了多少回呀 对不对 没规律 马上老师你看 你来动手操作啦 没找到规律 同学们 还是那句话 今天我们的眼里 只有什么东西 机偶 对呀 哦 看黑的 加一减一 如果是机数 加一或减一 就会变成 偶数 如果是偶数 加一减一 就会变成 机数 反正变了 这黑的反正 不停的再变 一会儿击一会儿 对不对 那好了 你别说减一 又不是只有黑的嘛 那看看白的呢 要么就不变 要么就少二 少二也没变呀 你想一想 那么我的每一字 操作结束之后 哪个颜色的棋子 它是有规律的呢 找到了吗 是哪种颜色的 白色的 其实也是二选一嘛 对吧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但是我相信 这个时候 同学们的选择 就不会在以梦为主了 因为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充分的证据 那一定是 白颜色的变化 是有规律的 因为 要么就没有变 要么就少二 你每回 要么就是少二 要么就没有变化 那少二少二少二 每回减少的都是一个 偶数 我原来是不是也只有 两百枚棋子 是个偶数 不变相对就是零嘛 对不对 加零或者减零不变 那还是偶数吧 减二是不是得到结果 剩余的结果 那个数还是偶数 偶数减偶数 永远都是偶数啊 那也就是说 每一次操作结束之后 剩余的白子数 一定点是一个 偶数 那最后只剩了一枚 那肯定不是 那肯定不可能是白 不是白 那就是黑 黑呗 对不对 所以这要题最后 留下的应该是那枚 黑颜色的棋子 不是翁的 我是通过规律 找到的 好了 同学们 那立起这要题 就分析完毕了 能明白了吗 那么做到这里 大家已经来发现了 大家都是强调很多遍 当你在用激偶性 来做一道题目的时候 请你把你的思维过程 一定要集中在 激数或者是偶数上 具体的数字 其实它只不是帮助我们来判断 它是激数 还是偶数 千万不要过多的去纠缠 这个具体的数字 那么很容易 你就会想到初期老师的陷阱 进而就绕不出来了 好 那下面看一下 具体的解决过程 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操作 剩余白子黑则数 要么就加一减一 要么就减一 那么剩余的白子的数 要么就不变 要么就减二 所以我们会发现 剩余的白子总数 永远都会保持是偶数个 那么最后一枚是一个基数 所以留下的一定是一个黑颜色的棋子 那照期同样告诉我们 就是动手操作 找规律 只不过这个规律 是要结合激偶性来寻找的 好 各位同学 那么刚才呢 我已经把今天的所有理题 全部都讲完了 那到此为止 我们这两讲构造与分析之基偶论证的上下 sorry 构造与分析之基偶分析的上下 就全部都讲完了 那同样的 接下来进入大海老师的点睛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讲 有哪些重点的知识和题目 是需要同学必须掌握的 首先第一个是预算规律 有点像我们同学在上的时候说过了 要大家必须熟练掌握 那就是加减法和乘主法 像基数加基数 基数减基数 偶数加偶数 偶数减偶数 基加偶 基减偶 对吧 基数和基数相加 偶数和基数相加 最后的结果是基数还是偶数 那这些都得需要我们同学 一定能够非常熟练的回答出来 对吧 挑两个考一考 比如说 基数加偶数什么数 基数 很好 偶数和基数相加什么数 偶数 第二个稍微的小辣分 是吧 那希望我们同学一定要把这些都熟练的掌握住 那同样的在惩罚里面要注意的就是 惩罚里面偶数是非常强大的 有一个是偶数 成绩就一定是偶数 只有全部都是基数的时候 成绩算完才能够是一个基数 对不对 所以在做乘法的时候判断基偶数 我们一般优先考虑是能不能想办法弄出一个偶数呢 因为只要有一个偶数 这套体的基偶数就彻底决定了 好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那就是两个数的合与差是同基同偶的 同样由它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推广结论 就是有限格数之间无论如何添加加减耗最后的基偶性都是保持不变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两奖当中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基偶性当中出现的就是过造论动最常出现的能或不能的判定问题 那么在判断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要给出一个符合题目要求的情况 举例来说明这个东西是可以存在的 而如果判断不能一般我们常常采取的是反证法 也是我们说的最阴险的方法 我先表面上同意你 结果最后背后给你一刀发现你的这个是有问题的 最后推翻你 能明白这个意思了吧 好 那最后我们本讲的经典例题 在机偶应用也就是上当中是例二例四例六和例八 在机偶构造也就是下当中是例二例四例五和例七 不是例六例八了 一定要区分好 好了 那各位同学 这一讲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各位同学 我们下节课要记得了 可是期末复习与考试的 好好准备一下 拜拜